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将24节气72后入画 其中蕴含哪些中国传统诗意生命美学 在促进文明对话方面 绘画发挥着什么作用 中心社东西问专栏就此专访徐东东 在中国的大变革当中需要新的思想 而这个新的思想是产生于 中国的优秀的传统的文化 以及西方的先进的文化 那么24节气72后 是来自于中国远古的先民 对于天地间的生命的问答 所以我们把这条话引入到 来问答新思想 新文化里面 徐东东认为 24节气蕴含着中国古人 对宇宙间星象密码的解读 深入其中 可以了解中国文化 对宇宙世界 包括生命诞生 天地变化等诸多问题的认识 24节气每个节气里头三喉 一个节气15天 每一喉是为5天 那么这5天里头 它第一 第一个呢 它就是东风解冻 后边有个月份盘 就是在那一天 那个气象 所留下来的东西 这个画 不是别人不能复制 连我都不能复制 因为我不能复制 那个时间 时间过去了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个画 也属于 就那一年 那一时 那一刻的 徐东东曾说 画画不是目的 问道是根本 这里的道 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之道 他认为 近现代200年来 西学能够引领世界潮流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西方的文化里 充满着抽象逻辑思维 中国要产生新型文化 并更自信地走向世界 需要建立中国式的抽象逻辑思维 抽象逻辑思维的建立 有赖于想象力和创造力 而这些绘画可以提供 人类还没有文字的时候 就有了绘画 他们就用绘画 来表达人们的想法 那么你看像过去 这个部落的图腾 那么绘画呢 我们今天有这种教化作用 但是它最重要的作用 却是增加人们的 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创造力 中国面对着 新的文化的产生 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各界都需要新的文化 那么这个文化里面 建立中国的抽象的逻辑思维 是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事情 在进入抽象绘画领域之前 徐东东也在异象 印象领域深耕 24节气 72后系列组画 结合了他在异象 印象 抽象绘画三阶段 对象的认识 和几十年创作问道的经验 他希望以此 为东西方文化交流 打开一道门缝 抽象绘画来自于西方 我努力地将用绘画的 这样的一种形式当中 让人们意识到抽象逻辑思维 在一个文化当中的重要性 同时它也打开了 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通道 这种通道是思维上的通道 绘画只是一个表现形式 徐东东说 24节气72后的绘画 是时代需要 他创造了新的审美形式 并思考中国文化 如何为世界提供人类的 共同价值与新型文化 据悉该书还入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2年度好书